要算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的直径是90 96没错了 那96的话呢 那这一个一个间距为多少 就这样你可以算一下吗 12345总共八个对八个 但就96除以8 12嘛对吧 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画一条直线 画到中心点这边对 然后怎样 偏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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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对 偏移之后的话呢 那这做什么 切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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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这个地方用两点就好了 122点对 那做完之后就把不要的线段 拆掉 去掉不就好了 对 那这个去掉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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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对吧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要做一半 那下一半 下一半怎么做呢 这边有一个弧 对不对 那这个弧 我已经知道几个讯息 我也知道一个起点 中点我不知道 中点的位置在哪里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什么 它的中心点 所以起点 中心点 加一个什么 角度 这个角度的话呢 就只有多少度呢 90度嘛 因为这样一个90度 但是它这个什么 负的方向 负90度 所以你可以给它起点 中心点 负90度 然后再怎么样 偏移 12 12 12 就做完了 完了之后的话 就把它怎么样 做 旋转加复制 180度就好了 所以这一题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想各位 这一题应该比较 比较比较简单一点 把画面先画给对一下 你们先试试看 好 首先的话 第一个 就是画一个圆 第一部分是 这个 直径的话呢 是96 所以denter 96 enter 然后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 画一条直线 画一条直线 再做偏移 偏移12 enter 然后就往这个 右边偏移 12 3 OK 那偏移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绘制里面的切切切 切切切 按右键重复切切切 它会比较快一点点 切切切 按右键重复切切切 所以 这个动作完成之后 再来就绘制里面 圆里面的什么 两点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在四分点 好了之后的话 修剪 空白键一下 那修剪的时候 特别是往前推一下 像这边 这个里面也还有一条线 然后这边这一条线 然后这边 这边 就照顺序把这一些 不需要的线 就把它修剪掉 那突出来这一条线也不一样 OK 那最后这一条线也不一样 把不需要的线 把它修剪掉 修剪掉之后的话 这边还要画一个弧 画幅我刚刚讲了 我们已经知道 弧的起点跟中心点还有什么 角度 对不对 起点 中心点 角度 点下去之后的话 起点在这里 中心点在这里 中心点 然后角度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到这个方向是90度 对不对 这个方向是180 270 可是我要怎么 转反方向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 他要必须要自己下这个数字 所以你给他一个负的90 他就转反方向按Enter OK 好 90度就刚好这一条 然后再偏移 偏移是多少 12Enter 然后把这一条线 往这个方向偏 这个方向偏 OK 偏完之后的话 再做什么 旋转 点一下旋转 然后用实现的方式 把里面的这些物件 选取起来 按空白线 那基准点的话 就是这个中心点 然后在CEnter 记得要复制 CEnter 180 Enter OK 那这一题呢 就完成了 最后好像这个里面有虚线 这好像看起来 我想这个部分 请各位在自己再处理一下 然后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标注 这个标注部分的话 我想这也很简单 直接从四分点拉到底下的十分点 但是前面一样 如果说这个地方要给它一个直径的话 那你们再用什么呢 EdEnter 或者用修改 刚刚有同学遇到这个文字的编辑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它就直接会秀出那个工剧列出来 理论上应该这个是算最基本功能 因为这个工剧列 如果没有 那你等于是文字部分就不好处理了 那前面如果要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那个直径的符号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 直径 有没有看到 直径 你就把直径点下去 它前面就再多一个什么 直径了 对 按一个确定 好 这边就有个直径出来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